昨天,阿根廷阿中杰尔梅斯华人超市商会在黄汉钦会长带领下,分别对会员超市进行安全大检查。 提高华人超市经营者对安全工作的认识,帮助他们寻找电路、房大等安全隐患,并及时进行排除。 辅导超市业者正确使用烈火器材,督促华人超市积极购买保险,以提高该地区华人超市的安全程度。 近期,多家华人超市发生火灾和安全引擎,造成人员伤亡及重大经济损失。 阿根廷阿中杰尔梅斯华人超市商会,立即组织商会领导班子,对其会员超市进行安全大检查。 他们分组,分头带领专业电工、消防器材工程师和保险公司业务人员进行联合大检查,发现安全隐患及时进行整改。 检查中,他们发现多起安全隐患。 有的将烈火器放置在看不见的地方,有的不会正确使用烈火器,有的电线接头裸露在外,等等多种不安全现象。 他们都及时进行修复和耐心指导,同时督促业者。 在营业后对电内进行一次细心大检查,增加电内安全系数。 据灭火器工程师诺德罗先生介绍,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应该是,首先将灭火器的保险环拉断,将保险削拔出,再将喷管的喷头对整火源根部,距离2.5米以外,长时间握紧灭火器开关,这时才能够最好发挥灭火器的作用。 保险公司业务经理,克里斯蒂安先生表示,基尔梅斯华人商会打我们请来,为超市业者带领保险提供方便。 我们保险公司表示,在商会的组织下,参加保险的店家达到一定的数量,我们会在保险项目和价格上给予优惠。 比如赠送店内伤害险等优惠措施,减少店家补偿顾客的经济损失。 随后,他们又来到贡献单位该市消防局,与消防局领导进行密切沟通。 商会还将会把华人超市的壁纸,用编号的形式交给消防局。 比如1号,下面就标有这家超市的准确地址和变化,报警时,只要说我是1号就可以了。 这样就能够减少报警时,依语言障碍一目时机。 近期,商会将对全体会员店家进行一次大检查,消除安全隐患,提供店家安全意识,打造平安经营环境。 南美视线,柳军报道。 condiciones Walter看起来,遭到金欣赛回转路人 The obscure внеш乌势、柳军报道。 看起来是 needles,的来they~! 如果我们要给大家视频,我们现在没有给大家看见lo Tucker h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